这是三排独立座椅 然后一个纯屏 这后排有一个大的储物箱 它备胎在哪 底下 哦 掉了底下了 对 掉底下的 哦 那这样车内空间就足够了 往外直的话可以直 车内空间 这个车因为我们主导 它就是一个空间 所以说设计就是会往下面走 往下面走 对 要得往下面走 不单用车内的空间吗 这也是个自然大纯屏 对 接近两米 然后的话它往上面 也会有种装熟气垫床 让装熟气垫床卖往上的 那没事 我们改不用这个气垫床 我们用折叠的那个床垫 这个 这后面没有点燕口啊 后面没有 后面有个点燕口就好了 就前面有 对 第二排后边有吧 第二排后面得帮您看一下 因为比方说点燕口 在厂子用车的话会注意的比较少 以及用时间也会比较少 不 它点燕口的作用 它并不是说别的 有的时候呢 我为什么要需要呢 也说我给那个移动电源充电 移动电源充电 还有排叉之类的 对 哦 这个是大平层 独立放倒 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一个放倒 那两个 我来 我来 从这边 哦 模式座椅 模式座椅 这个还比较好 哦 然后把这个推到最前面 这里也可以放马桶 也可以放个马桶 临时使用是吧 对 啊 走累了 坐到这里 把咖啡就放到我这个床上 还是十分便利的 你看这个空间有多大 垂肤空间 这个是手动调节的 它也有自动调节的 对 好 我坐在驾驶室里了 这也是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这是个电子挡杆 它配了有6AT和7速的双离合 这款它就是个6AT 这个主流配置都有了 电子刹车 等下 都要是摩扭的 一键写动都成标配了 这有很多物理按键 这有很多物理按键 这个非常好 手感好 有时候呢 你触屏屏不是很方便吗 对 它不能忙操嘛 你操作过程当中 你操作过程当中肯定需要一些设置的 它这个低配没有天窗 不过它不要紧它可以加那个 加车顶行李架的话 你看它的加油孔在这个右侧 就是有欧汽车的范儿了 它这个整个线条啊 就像欧汽车一样 这款车最大的好处 它进去没有味道 新车呀 它可能是环保这方面要求的比较高 对啊 那其次这个体力的材质都认得蛮好的 因为它也有沃尔沃的那个影子在里头 沃尔沃很注重环保 也注重安全 对 唯一的一些味道都是在脚顶上面 那你 对 那这使用问题了 对 这个都是真皮的吗 这不是真皮 对对 仿皮的 但是做的做工非常好 对很精致 跟像真皮一样的 而且门把上面都是皮质的 门把上面 这全部是电子挡杆 电子挡杆 嗯 舞座是这样的 嗯 你现在不是这里看到有两个正出物格吗 嗯 它舞座的话就前面一直扑到第二排后面都是出物格 哦 那无形中增加了个隐藏出物格 对 比如说一些水呀 一些带贵重东西呀 或者是一些 那如果 如果是那个骑坐的话 那就是 那就没含义了 对对对 其实没有了 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是旅游的话 可能舞座会更适合你 只是说它要订车 因为它舞座 我们这个车不是卖得很好 我们就拍齐一座 嗯 这个舞座跟它高度是一样的 高度一样的 都是这么高 底下加了一个 的储物箱 它就是 储物格 座椅部分去掉了以后就空了嘛 空了就把它做成了箱子嘛 哦 那天然的搞了一个储物格 嗯 做成储物格 嗯 为了存品 对为了存品 那很为顾客着想了 对 因为它就是 像你那种人家会很明显 就很好 对 那有些家用的 他们觉得 你去搞这个还不够放 搞深一点 他们不要全品 他们就不要 他不要动 你可以搞深点了 你给它做成活动的嘛 你把它取下来嘛 活动不了啊 那有些不要全品的 他们就一定要深一点 你要全品的 就觉得很好 对对对对 一般情况下 现在很多人拿这个还做床车的 还是要存品为好 对 尺寸是4835 1900 1780 加上行李箱的话 下低库没问题 我现在坐到床上了 而且我可以坐得非常直 我把帽子取了 你看 我坐得非常直 三排多一座椅 两个人下雨的时候 可以坐到车里边 喝茶 是吧 吃饭 所以说独立座椅 我更喜欢一些 它这个细节非常到位啊 门上它有两个扶手 一个是拉着 兼装饰作用 下边那个 可以放 可以把手搭了上边 这个外形和长安的 大家喜欢哪一种啊